制造大量厨余的本地企业正加大力度学习如何将厨余分类并进行妥善处理 以适应从明年起实施的新法规 有食物废料再循环公司就发现 近期针对场外处理厨余的询问显著增加 相信与企业环保意识提高有关 滨海湾金沙酒店有20多间厨房 酒店每天的运作中会制造约6吨的食物垃圾 虽然这些垃圾看似无用 但业者却在其中发现了价值 经过回收的厨余不仅可被加工成堆肥 也可取代动物饲料 为了让本地企业减少食物浪费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 允许企业进行异地处理 将厨余送入食物回收厂 这家位于大市的工厂 每天就要处理约100吨的厨余 为进一步实现我国零废气的目标 政府正在大市建造一间综合的液体和固体处理工厂 预计每天将可处理多达400吨的厨余 就会发现了一个事件 最后一步就会发现了一个事件